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瑋恩 今天呢 我要帶就是我老婆 然後在東京悠閒的一日遊 那主要去的景點呢 都是老婆會想要去 然後或者是沒有去過的地方 今天有點冷齁 超級冷 現在是快要十二月 十一月底 然後今天的那個表定天氣是 四到九 五到九 五到九 所以還蠻冷 但是因為今天有點下雨 所以呢體感蠻冷的 對 但是因為我穿上了極暖發熱衣 我現在完全不覺得冷 就是露出來的地方會冷 其他都還好 然後 青城白河你應該是第一次來對不對 對 欸 前面有橘子耶 前面的人家 有種橘子 有露出來 在這邊橘子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很多顆 然後青城白這邊 就是簡單跟你還有觀眾介紹一下 它就是一個 近大概我不知道 我來東京的時候 2016 它就是一個咖啡街 就是它有很多咖啡廳 文青咖啡廳 然後散落在青城白河這個區域 那主要就是因為 那個 Blue Bottle的一號店 在日本的一號店 是在青城白河這邊開的 所以 它可能有一點群聚效應吧 然後後來就很多很有特色的咖啡廳 在這個區域 然後 紛紛的進駐這樣 因為會知道青城白河就是Blue Bottle 對 沒錯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家呢 我要帶老婆去 就是當年來 然後凱蘇帶我們去的 Iki Coffee 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很夯 我們被安排到一個 在店門口的小小位置 然後椅子是這個 感覺 不是 不是到很好做 不會 蠻好做的耶 這個店內的裝潢 有小小在整修過一下 跟之前我來的時候 稍微長得不太一樣 我個人是覺得變得更漂亮 然後這邊現在是掃QR Code 在LINE裡面點餐 還有賣一些周邊 像是什麼 咖啡口味的蠟燭 然後還有出自己的瓶子 我們今天是假日 然後它裡面基本上是做滿滿的 請問妳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發現我來過 我剛剛走進來 就覺得好眼熟喔 然後就一直在放照片 然後發現2017年的時候 來過這家咖啡店 我剛剛開頭來說 因為妳沒來過清晨白的 太尷尬了 我每次都忘記 我老婆點的一如往常 點拿鐵 對 熱拿鐵 因為很冷 我都一直流鼻水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 他說是Christmas Blend 反正就是本日的特調咖啡就對了 等一下 我剛剛吹了一口氣 我覺得裡面感覺超燙 假裝喝一下 其實我是想說 好害怕算了 這個男人 然後他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然後跟我說 你看我這個髮型是不是有那種帥大叔的感覺 應該有吧 觀眾有覺得帥吧 合妳胃口嗎 合 但是我也不是什麼咖啡專家 我就是喝下去 有沒有覺得很溫順順口 就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像星巴克跟Blue Bottle的奶 拿鐵 我都喝起來覺得蠻順口的 然後這家也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旁邊這個是老闆 他是一個日本人 然後他的太太是澳洲人 他們一起開了這家店 為什麼會知道 是因為我們以前跟凱蘇也有跟他認識過 我覺得我的本日咖啡還蠻好喝的 喝起來就是蠻順的 然後蠻香醇 但是 我覺得他是有微微的酸 然後完全不苦的感覺 我們喝完咖啡了 然後現在要到 余田川旁邊散步 雖然老婆沒有喜歡這個行程 但是 想說 如果只是坐車來這邊喝咖啡 這個行程 有點為空虛 想說補一點就是 勁這樣 算是一個 那個 東橋的一個毛病 沒有 是因為 上一次我也沒有去那個 河邊走走 好 對啊 想說 加深一下印象 畢竟還是一個旅遊頻道 還是加點東西這樣 喔 剛好有一個 屋形船開過來 你知道屋形船嗎 屋形船就是可以 在上面吃東西 然後 遊河的一個船 喔 那你知道 余田川是東京算 最有名的河川之一 為什麼 有名的點在哪 就它會經過很多都心的重要的地方 經過哪裡 像是應該前草那邊吧 不是到台場 我們不是有坐過船嗎 應該也是 那如果我講錯也沒關係 反正 東京就是有非常多河川流經的一個都市 所以 在東京的話 你不管是開車 走路什麼 應該都會經過很多的橋 沒關係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個 新天溪淡水河會流進哪裡 說的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東京的那個河川 其實都是有一些 那個船經過的 好 那如果在天氣好的時候 大家可以來 宇田川的河畔這邊 拿 散步 清晨白的這邊的店 就是都還蠻分散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要來的話 記得要找好自己想去的地方 像這種 路邊的小店 其實還蠻多 只是它就是 散步在這個區域裡面 好 另外因為今天我們是 悠哉日遊 就沒有特別 繞到那個 這邊有名的Blue Bottle 來車站看到這個賣 不算扭蛋 就是賣一些可愛的小廢物的地方 販賣機 好 我們現在三月前站出來 往那個A6的方向走 已經經過那個 三月百貨日本橋本店的地下的路口 好吧 然後呢 因為我現在覺得肚子有點餓了 所以決定想說先 在Core都市町這邊 找個東西吃 所以 我們現在應該會前往 Core都市町的 因為還有三館 一二三 就 隨便找一個東西吃這樣 好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三月前的地面上 然後這次你應該是真的第一次來這一站吧 對 那你現在肉眼所集有什麼感覺 就是很多百貨公司 然後我一直把它跟那個 銀座 銀座搞混 喔 那你沒有覺得這邊後面幾個建築物 長得很酷嗎 就是 它的造型不像一般的那種大樓 啊為什麼 因為這邊包含就是三月前的百貨 然後還有這一間山景柱油銀行 他們都是那種 應該有個一百年歷史之類的建築物 所以長得比較不一樣 喔 對然後再往那邊走 那邊有個高架橋對不對 遠方那裡 那邊的下面就是日本橋 喔 日本橋是日本公路的起點 所以這裡其實是一個很有歷史 但是因為又有一些現代建築 然後我記得包含文華東方應該也在這附近吧 好像就是這一棟 對所以這裡是一個現代跟過去融合的地方 蠻酷的 對啊 那我們現在肚子餓了 就去試釘Coredo找個東西吃吧 好我們現在決定在Coredo試艇2 然後去吃一些比較便宜的 我想吃這個青子丼 然後我們的備案有那個 然後我們走路大概三分鐘就來到Coredo試丁的2號店 然後其實我們來三月前這裡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喔 我要買那個 我可以講台式一點嗎 韓家條 對對對 對對對 叫做玉屋金次郎 那我有查過它實體的店面應該只有這裡有 對 因為我在超市買的 然後呢 你都說不好吃 沒那麼好吃 沒那麼好吃 說什麼這裡的最屌最好吃 一定要在這買 沒錯 所以我想說我要來這買 好那我們先去吃飯然後再來買金次郎吧 好 欸這個隨便找一家店阿姐我在排隊 但是幾乎每一家都要小排一下下 而且重點是現在是下午2點多快3點 除了重慶廚房不用排隊以外 好 所以其實那個東京人跟台灣人一樣就是 禮拜天吃吃很晚 好這是我老婆點的 烤雞 就是炸雞 日式的炸雞 這個是我點的 青子丼 然後它是 就是日本三大地基的品種其中一種 然後它有附一個梅乾跟一碗 這個 有點類似 應該不是味噌湯啦 反正就是好像有雞丸子的湯 然後加一點就是日本必備的七味粉 然後那個洞還蠻大的 所以殺的比較小心 但是也不夠小心 還是比較多 如何 很普通嗎 你真常可以吃 可以吃 炸雞是脆的嗎 脆的 然後肉汁很多 肉汁很多 所以就不難吃啦 對 好那我來試吃一下這個 烤雞 其實還蠻好吃的 就是 它外面炸的蠻脆 然後 裡面很juicy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裡面有血水 我覺得還不錯吃啦 這樣 好那我來吃一下這個 名古屋特殊的那個 雞肉的青子丼 嗯 我覺得青子丼還蠻難失敗 因為它那個雞蛋就是還蠻香甜 然後嫩嫩的嘛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名古屋的這個雞肉啊 是 有嚼勁 但是呢 完全還是蠻水嫩的 然後我覺得雞肉的味道也還不錯 很好吃 我們還 那個點了一個點心 這個點心是330塊的 Tamago Pudding 就是 雞蛋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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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它店最大的亮點 就是它的布丁 有沒有 很濃郁很香醇 那要留一個給我 來 魚屋金次郎 這邊是現場現炸的 然後 在那邊 裹糖霜 期待嗎 超期待 超期待 這家真的超好吃 我大推 最推的是這個 現炸的 一定要買 然後旁邊可以試吃 我們剛剛買了 五包外帶 跟兩包現做的 要來吃一下現炸的 很好吃喔 這真的是我吃過的 炸地瓜 就是 糖衣炸地瓜 最好吃 因為我在超市買 那個很黏牙 然後又很 很甜 但這個呢 有甜 但不會很甜 它吃起來那個脆爽感 很贊 而且我覺得這樣沒有很貴 這樣一包五百日幣 好像有點貴 但也還好啦 反正這個伴手禮還有現吃都大推啦 我們在冬天晚上 不是晚上 下午四點半 ギリギリ來到了那個 青山一丁路 然後這邊走七分鐘 就可以到 外院前 應該不算外院前 名字神功外院 外院前是車站名 對 然後 我們現在就是想說 看看能不能看到最後 一咪一咪還有白天的 銀杏的長相 在這個走個路大概五分鐘 轉角過來就可以看到這個 銀杏大道啦 我發現晚上其實好像是有打一點燈 所以稍微晚一點來 應該也是有不一樣的風景 晚上的銀杏大道 人還是蠻多的 你已經聞到銀杏的臭味了對不對 超臭的 銀杏巨臭 超臭的 整條狗辣變味 我是第一次晚上來 應該說這邊我經過很多次啦 但是在有銀杏的時候 然後晚上有打燈 好像是第一次 對啊 然後我是不知道原來這裡晚上有打燈 而且我現在用死亡角度拍 因為後面人超多的 超多的 然後又想拍到一點銀杏 所以只好用這個角度 那我覺得這樣拍起來其實也還蠻美的 我不在意死亡角度啊 有冬季練歌的感覺 太老派了吧 其實我沒 我其實沒看過那部劇 人超多 東京就是這麼厲害 我們現在這一排是有事前買門票的 然後如果沒有買票的話 就從另外一邊買當日券 但是我們現在的觀察是 好像買當日券的人還比較少 事前有買票的人 好像排得還比較熱烈 好我們現在來逛那個聖誕市集 然後我們是買KK類的票 你也不用截圖 因為這我們已經用過囉 來這邊掃 QR Code 就可以進場囉 我們現在來逛的就是 東京的聖誕市集 然後它是2023年限定的 今年的 然後 它在明治神宮外院前 然後這邊就是有很多攤位 每一攤就是有賣一些咖啡啊 巧克力啊 然後或者是 小小的聖誕飾品這樣子 對 蠻大的大家可以來逛逛 然後我後面這個啊 是那個 德國的 木製的 聖誕樹 類似聖誕樹的工藝品 對 然後還蠻好拍照的 對 很可愛 大家可以來這邊拍照 這邊有超多戶外吃飯的地方 雖然有點冷不過 我覺得這個 冬天的氣氛這樣還是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買點東西 來這邊坐著吃啦 走 買了一個這個超可愛的聖誕水晶球 請問多少錢 2500元日幣 那請問你 那請問你剛剛在淘寶看是多少錢 大概40塊人民幣 哈哈哈哈 沒關係 我們買的是一個氛圍 我們看看這個市集的氛圍 哇 這邊就值2500日幣 我們逛完了 那個 是什麼 市集 然後也拍完了我們的銀杏大道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陪泳軍 所以我們現在 要去澀谷再逛逛 然後順便吃個晚餐吧 我們來到澀谷囉 等一下就是你的宮下公園出體驗了 還會不會要關啊 不會 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裡是澀谷 而且現在才7點關闢關喔 我以為8點要關 那也還有一小 你看起來很累了 小一點 到了 現在被叮噹 那我們逛完宮下公園 你就可以去找飯吃啦 好啊 Go Go 澀谷十字路口 不是這一個喔 哈哈哈哈 但這裡也是澀谷的 一個十字路口 哈哈 哈哈哈哈 晚上我來吃無印良品食堂 我點的是 Butter Chicken Curry 加一個Cheesecake 還有Black Tea 然後 老婆點的是啥 點差不多 點這個 牛肉 然後這個是雞肉 然後這個是 地瓜 沙拉達 類似 對 然後Apple Juice 跟Cheesecake 這家澀谷的無印良品 還蠻大價的 有四五層樓吧 然後它二樓 有專門的那個 無印良品的食堂 然後位置 不算很多 但也不少這樣子 無印良品的咖哩還不錯 蠻好吃的 好 我們吃飽啦 然後因為呢 很久沒有出來 走這麼多路了 其實有點累了 所以我們決定 再去隨便瞎晃一下 然後就要回家啦 我以前靜有點痛 OK 好 我現在決定去對面的 蘋果 摸一下 就是iPhone Super Pro Max 耶 剛剛 上去 去帕魯口小逛了一下 發現裡面的東西都有點貴 買不起 然後 沒來逛過的人的話 我記得五樓有那個任天堂專賣店 然後再上去有那個觀景台 但要爬滿多樓梯的 我們現在在逛Tower音樂城 五樓有K-POP 我想去看一下 沒想到現在還有這種一整棟的 桃音樂城有九樓耶 我超驚訝的 想說 竟然還沒有倒光 以前我們家敦化南路那邊有一家 但是已經沒了 找到New Jeans了 但是只剩盲內的 有點傷心 這邊有TWICE簽名 好可愛喔 New Jeans專區也是全部剩盲內的 好可愛喔 剛剛在錄什麼 Seventeen跟窮褲 的MV 我們差不多要回家了 然後剛剛去那個 Apple逛了一下 看了一下最新的iPhone 發現他的鏡頭太銳利了 然後 他會把你自拍 把你拍得超級醜 對把我臉上的豆疤 瑕疵 毛孔 全部都更加銳化 因為我本來皮膚就不是很好 所以 我現在其實有點困擾 沒有不用困擾啊 就不要買啊 對可是我總是有要換相機的一天嘛 然後我現在已經習慣用手機拍攝 所以 如果接下來要換成相機 我可能要重新 適應一下 怎麼弄比較好 黑仔那個啊 Snow啊 好以後 就用美肌 美圖秀秀來拍吧 這股十字路口 十字已經來一百遍了 完全沒有興奮 為了拍片假裝興奮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帶老婆去想去的地方的東京悠哉一日遊啦 好 我是瑋恩 我是瑋恩老婆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